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长度大约刚超过一米 这看似普通的木箱 八十年来杳无踪迹 却始终牵引着中美日三国的目光 它到底有何特殊之处 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它的故事还要从北京西南郊的 一座小山和一个小镇说起 北京市房山区地处华北平原 与太行山交界地带 是北京的西南门户 从西六环继续向西行驶 约二十公里就来到了周口殿 周口殿地区在清朝时叫周口里 现在属于北京市房山区下辖的周口殿镇 常住人口约四万人 周口殿遗址是世界文明的 早期人类发祥地 在新冠疫情的影响 还未完全消退到2020年初冬 参观者依旧接踵而至 张双全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2009年几层带队参与了周口殿遗址的 最后一轮抢救性清理挖掘 到2009年开始我就在原人洞 是在进行发掘 一直持续到大概是2015年 最为著名的大家当然都知道 就是这个原人洞 是吧 还有山顶洞 还有一个就是第四第十五地点 这个都是有古人类化石 或者有早期古人类文化遗存的地点 在咱们这个园区的西边 大概有八九公里的地方 还有一个田园洞 周口殿遗址自1927年进行大规模系统发掘以来 共发现了不同时期的各类化石和文化遗物地点27处 其中最重要的一号地点被称为原人洞 1929年 我国古人类学家裴文中 就是在这里发掘出土了第一块完整的 北京人头盖骨 震惊了世界学术界 被誉为我国科学家 在近代学术夺得的一枚世界级金牌 当时发现的时候已经到了下午的四五点钟 也是比较纠结 到的是挖还是不挖 挖吧 这个头盖骨是交接在旁边的这个细腻物质 非常结实 不好取出来 那么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发掘了 还没有头骨这样的材料出现 思考再三 朋友们现在还是决定挖 把它当天晚上一定要提出来 头盖骨交接在沉积土里 就像被混凝土灌住一般坚硬 取出头盖骨的难度极大 而且以当时的技术手段 势必会对头盖骨有所破坏 用些小刷子呀 小铲子呀 想把它取出来 是不可能的 也交接的就像一个水泥块 迫不得意采取了撬棍 还有这个钉筹 在这个过程中呢 对这头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有几个裂缝 那么后来到室内之后 把它粘节 打包出来之后 最后还是可以完好地复原的 这就是当时裴文中 抱着被石膏包裹后的 北京人头盖骨的照片 后来 圆人栋又陆续发现了 五颗较为完整的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和其他人类化石200余件 分属于40余个男女老幼个体 出土石器近10万件 圆人栋啊 这个是一个东西 纵长的一个石灰原洞穴 东西向大概长度140多米 南北宽度不均 最宽的地方有40来米 高度啊 从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表开始 到最顶层大概有30多米 代表的时间跨度 是从70万年到20万年左右 那么实际上当时考译人到的时候 最早的原始的石灰原洞壁 已经不复存在了 鸽子糖部分呢 就是它上面还有一点 类似洞顶的部分 大家把这个鸽子糖和这个主堆积 当成两个 也有人把它当成两个洞 实际上你要是把它当成一个洞 也为它不可 距今248万年到现在 正好是人类出现和发展的主要阶段 被称为第四季 在野外地质勘察的过程中 如果发现第四季洞穴堆积 那么就预示着这个地方 有可能在研究人类进化过程中 有着比较重要的价值 这个是原生的石灰原壁 就是洞穴的壁 这个山本是就石灰原的嘛 洞穴里面后来啊 填充了第四季的堆积物 包括人类的维化遗留 包括一些外面的一些流水 携带进来的泥沙 包括一些小的风沙带进来的东西 都会这一点一点沉寂起来 就这个 大家看还是比较细利的 有一些类似像土一样 像黄土块一样的这个 这是我们的第四季洞穴的堆积 而上面这一块呢 稍微性质有点不同 它呢实际上是洞顶 坍塌以后 就这个石灰原洞顶 慢慢地坍塌 坍塌的过程中呢 然后又不断地有盐溶水流下 盐溶水呢 把这个坍塌的石灰原块 又交接在了一块 所以这个看着像是石灰原的洞顶 或者洞壁 实际上它是已经是坍塌后的 已经不是原生的了 鸽子堂与原人洞 这个北京人当年栖身的洞穴 在洞顶坍塌之后 更像一个被数十万年岁月沉积 填满的大坑 考古专家正是从这些堆积物中 获取岁月的密码 灰激层是北京原人用火的一个证据 表明北京原人 他们已经能够有控制的使用火 对早期人类来说 火代表着一种重要的力量 原始人类依靠火战胜自然界 驱赶野兽 尤其在中高纬度地区 使用火是在寒冷冬季生存下来的 必要条件 实际上正是有了控制用火行为的出现 人类才从非洲逐渐扩散到了 中高纬度地区 在北京原人发现之前 虽然德国的尼安德特人 海德堡人 爪哇的直立人等人骨化石 相继被发现 但尚未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即使是持进化论的学者 对于人类的起源问题 和人骨化石 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地位 也莫中一世 自从北京人头概股 以及石器用火遗迹发现以后 直立人的存在才得以确认 从而基本上明确了 人类进化的序列 为从原到人的学说 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红尼梦 和你看见过它吗 周口店遗址于1953年建立起陈列馆 历经三次签建 现在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 于2014年落成 博物馆的外形创意 源于原始人遗落的一件石器 地下一层的设计 让博物馆像是从地下长出来的一样 地面二层的线条简约 面与面之间形成锋利的石器韧口结构 与周边山脉天际线及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在周口店和对面 与新管隔阂相望的 是2018年新建成的近4000平方米保护棚工程 像榆林一般覆盖在原人洞上方 格外醒目 是半年一天 是半年一天 李延是周口店遗址管理处遗产办公室主任 这条山路他已经走了17年 我们最开始的监测就基本都是人工的这种到现场进行测量 文石度列系的情况都是用文石度计和这个游标卡尺去进行现场的测量度数 然后进行记录 周口店遗址拥有众多的古人类 古文化 古动物化石和其他资料 是被世界科学界众所瞩目的西式瑰宝 因各挖掘地点长期处于露天环境中 饱受日晒 雨林和风时 监测工作一直都是移植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 我们有制度当时定的是每天两次 上午一次 下午一次 随着科技的进步 我们的设备 我们监测内容也在丰富 目前我们的监测点有140多个 包括了裂缝 硬力硬变 晴角 沉降 震动 环境的温湿度 还有一些风力风向 降雨 酸雨 2015年 由于监测到原人洞出现松滑 空洞 裂系和微石等地质病害 局部有坍塌和落石的隐患 为保护这处珍贵的文化遗址 本着最小遮盖 消除隐患 融入自然的原则 当年启动了原人洞保护工程 我们上边是405个 下边是400个 其实它有每个叶片 都有固定的一个坐标的 钢结构本身 它有一个核载的一个要求 所以选择的这种倾体的 包括我们外边那个叶片 也是选择的是铝板 尽量让它放轻 周口殿遗址 已经成为全人类的财富 了解它 善待它 既是尊重人类的过去 也是为未来的人类学等研究 保存最原始的资料 周口殿迄今为止 只发现了六颗相对完整的 北京人头盖骨 然而 这六颗头盖骨的编号 却并不连贯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就是1929年 彭宏仑先生发现的 北京原人的第一个 完整的头盖骨化石 是一个9到10岁的 一个小孩的 这是发现的 我们常说的第一头盖骨 实际上除了第一头盖骨之外 我们随后还发现了 其他五个 相对完整的头盖骨化石 这五个头盖骨化石呢 它的编号 在早年是按照 头骨碎片的 出土的顺序来的 但是呢 个别头盖骨啊 它碎成了若干片 在不同的年份发现 那么后来它的编号碎 还是按最早出现的 那一个头骨碎片来说的 所以这个头骨碎片 对大家看起来 可能稍微有一点 这么一点杂乱 实际上它还是有章可循的 原来因为有一部分 发现较早的头盖骨碎片 太过残缺 无法拼凑完整 所以六颗相对完整的 头盖骨的编号并不连贯 然而 国务馆里展出的六颗 珍贵的头盖骨 都是复制品 只有1966年 最后发现的那颗 头盖骨原件 还在国内保存 另外五颗 发现较早的头盖骨原件 已经在二战期间遗失了 1937年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 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 一度中断 为防止这些珍贵文物 落入侵略者之手 1941年 中美双方决定 秘密将北京人化石 运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暂存 然而 受珍珠港事件影响 当美军专列 抵达秦皇岛美军基地前 基地遭到日军突袭 失去控制 车上两只装有 北京人化石的货运木箱 从此下落成迷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 中美日三国展开了积极的寻找 但却没有结果 1998年 包括贾兰坡院士在内的 14名中国科学院院士 发起了世纪末大寻找 也同样无果而终 2005年 一份来自寻找北京人 头盖骨化石工作委员会的清单 向人们清楚地展示了 当年装在货运木箱中的物品 北京人头盖骨五个 碎片十五个 北京人牙齿七十九小盒 北京人骨骼化石三十一件 唇仪一件 山顶洞人头盖骨三个 山顶洞人牙齿化石一玻璃管 山顶洞人骨骼化石二十九件 碎片三件 星星朔猴化石若干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与遗失 为什么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呢 这主要是因为头骨化石是研究 人类起源和演化最重要的依据 它携带着古人类的重要信息 化石是古代生物遗留下来的部分遗体或活动的痕迹 找到人类骨骼化石可以了解古代人类的体质智力的发展水平 在各类化石中 头骨化石是最重要的 一般动物的面炉比脑炉大得多 人类则相反 脑炉要比面炉大得多 原始人和现代人比较差别主要就体现在头骨上 如原始人的头盖骨比现代人厚得多 正因为研究人类的头骨化石最能了解古人类的形态特点和体质发展水平 因而人类学工作者对于寻找完整的人类头骨化石特别重视 完整的人类头骨化石的发现 也被认为是人类学研究中的一项重大成就 与五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同时丢失的三颗山顶洞人头盖骨化石 也出自舟口殿遗址位于圆人洞上方的山顶洞 1930年科学家在山顶洞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 生活在距今约三万年的山顶洞人属晚期智人 在山顶洞中一共发现了八到十个人体的骨骼化石 年龄范围自新生儿至老年 山顶洞这个洞穴它是由这么四个结构 或者这么四个部分组成的 一个是洞口 现在基本在咱们站的这个位置 再稍微高的高一点 这么一个是原来的洞口 然后再朝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一些比较松散的角力蹲机 角力也就是石灰岩崩塌的一些小的块 小的带尖锐的棱角的块 这个位置咱们基本相平的 或者朝下再走一点 这个应该是原来的上石 是当初的这个考古发掘 把它解释成为这个人类山顶洞人居住的地方 居住的地方 有一些灰烬啊 还有一些这个灰烬啊 还有一把来件石质品 还有一些这个动物化石 可能是人类进食的残余 在这个上石朝下 我们把它叫下石 这个下石呢 主要是人类化石 刚才提到的这个三个头骨 还有其他一些头后骨骼 大概八到十个个体 应该是埋葬在下石 包括刚才所说的这些装饰品 项链啊 骨枝啊等等 都是从下石来的 下阴早期把它解释成为一个天然的洞穴 里面发泄的动物 全身的骨架都在 这个显然不符合 我们通常所知道的 动物被人进食之后 这个散烂对方的状态 另外这下阴还有完整的 食物类的骨架 我们认为肯文中先生 早年的推测是正确的 这个下阴 应该还是一个天然的洞穴 天然的一个陷阱 在下阴的上层 被称为下石的地方 科学家发掘出了 三颗人类头骨化石 而且发现他们几乎与现代人无异 从他的头盖骨特点来说 和北京原人有比较明显的差别 他已经是和我们的 现代的蒙古人种 也就是现代的东亚人 基本东亚人 有非常取向于一致了 包括他的脑量 也已经落在了 现代人的范畴之内 基本上在1400毫升左右 是现代东亚人 或者说蒙古人种的直系祖先 考古发现 山顶洞人已经能够缝衣玉寒 用穿孔贝壳满足审美要求 并实行埋葬死者 撒赤铁矿粉的原始宗教仪式 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头盖骨 等众多珍贵化石的遗失 无疑给后续的研究 带来了巨大损失 但科学家们并没有就此放弃 而是从更多侧面 去探寻远古的奥秘 这是一套第四季的洞穴堆积 我们在这个里面就发现了 人类的化石 早期之人的一颗牙齿 它代表了龙骨山上 人类进化的一个中间阶段 刚好处于北京直立人 和山顶洞的晚期之人 两者之间 它是属于早期之人 把人类在龙骨山的连化石 就给串起来了 在发现心动人牙齿化石的 第四地点洞口 有一座雄壮的鹿雕塑 这是一只生活在 北京人时期的成年鹿 这是周口店 北京猿人时期 一种代表性的动物 我们把它叫走骨大脚鹿 它是北京猿人的 主要的肉食来源 其实这个名字 顾名思义就说明它的两个特点 一个是肿 肿大 它本身两侧的 这两个水瓶枝 都是一个圆柱状的 一般现代的鹿的下颌骨 你看是一个薄片状的 这个脚伸展开有两米多 这么庞大的一只脚顶在脑部 它的行动肯定是比较受限的 周口店遗址除了发掘出 猿骨人类化石以外 还发现了大量的食制品和动物化石 以猿人洞为例 就发现哺乳动物化石98种 鸟类化石62种 对研究猿骨气候 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等方面 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 一方面这些动物化石的出现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当时的环境和气候条件 另外一方面 这些化石也能够告诉 它们和北京人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某一层中 我们发现了野猪 我们发现了猕猴 我们还发现了剑齿虎 那么这个可能就只是了附近 这一时期有大片的森林的存在 那么我们就可以恢复出 从北京人最早入住远人洞 以及到它最后离开远人洞 这期间气候环境的变迁状况 当然了植物的这个包粉化石 也能够提供这个环境变化的信息 这张图表详细地记录了 周口殿地区各时间段的 动植物分布状况 由此可推断 在大约距今70至20万年前 周口殿地区的气候环境特点 那时这里气候温暖 周口殿和水量充沛 两岸水草密布 龙谷山等群山都是茂密的森林 北京人过着以采集为主 狩猎为辅的生活 他们已经学会用火来取暖 和抵御野兽的偷袭 在新建的周口殿遗址公园门口 一个巨大的北京人复原像 静静处理 这个北京人复原像 是古人类学家吴汝康 王存毅 1959年根据发掘出来的 北京人骨骼化石 合作研究塑造的一个 北京人中年妇女的头像 她已经成为周口殿的标志 广为人知 她似乎在凝望着她的故乡 数十万年的岁月 似乎并不遥远 北京人也曾像今天的北京人一样 自由生活 欢笑 忙碌 一座小山包 经现几万年前柳江人头骨 它的出现震惊了世界 一块古动物化石 引发了一次洞穴遗址考古 白莲洞会是柳江人的家园吗 它们又是如何智慧生存 下期《国宝发现》为您讲述 动学寻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